是老鱼,头两天卖掉了一支很新的佳能270 f2.8一代的镜头 这个镜头被广东东莞的朋友微信付款就买走了 镜头到了以后呢,试用非常的满意 还准备给朋友介绍到老鱼这来买这个二手的相机 那么今天呢,收到了他的这一支24105的一支STM镜头 那么这支镜头啊,是6D2的挂机头 光学素质非常的优秀,锐度也是非常的好 它的光圈是3.5到5.6,也就是24端最大光圈3.5 105端最大光圈是5.6,不是一支恒定光圈的镜头 它要来的这个镜头没有外包装,只有原装的前后盖 还有原装的遮光罩 这个遮光罩据他讲啊,几乎就没有用过 来的时候都是用保鲜膜产的 然后我看一丝滑痕也没有,确实就是一个新的遮光罩 镜头大概用了几次,前后镜片没有任何的划痕 没有任何的霉斑,买的时间非常短,用的时间非常少 那个镜身,大家看看啊,可以说一尘不染 几乎是一支全新的镜头 用二手商家的行画来形容呢 这个就是一支冲心的镜头 卡口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划痕和上击的这个痕迹 给摄友啊,卖了这么多的设备 有些摄友在下面就怀疑了 老鱼是不是有摄友真的给你系镜头,系机器去卖啊 你有那么神吗 其实这个没有必要跟大家说杀那个黄鱼 那个有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跟网友之间建立的一种信任而已 再怎么说,老鱼也是一个二手的行家 会根据二手的行情客观的给这支镜头定价 老鱼定的价格肯定是不高也不会低 让他物有所值,物有超值 也让所有在咸鱼购买镜头和机身的这些心有余气的朋友们 可以放心的在老鱼这里教育 老鱼在这里提前给大家把好关 也不存在什么翻新机,补气机 还有那种就是拼凑的维修的这种镜头 老鱼虽然摄影技术啊,稀烂 那么但是二手的这个方面还是把控的比较到位 好了,不说了 这支镜头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这是一支6D,6D2都有套机的这种套餐 是这个镜头 虽然光圈不大,但是画质非常的好 焦段也非常的好 涵盖,广角,中焦,还有小长焦 非常适合拍摄风光,人像,祭祀等等 有喜欢这款镜头的朋友,私信老鱼 今天的器材分享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有跟老鱼有相同三观的朋友 感谢你们的关注 我是老鱼,下期再见 跟老鱼